大家好,这里是TinyFu的胡说八道,我是TinyFu,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 别笑,中国真的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五月散人 他做了一期视频叫高级黑还是低级红 说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 他批评的是一个在最近的达沃斯论坛奢侈殖品 这个话题上面发言的一位中国前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明 在中国的也算是著名经济学家 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前消费是集中在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消费品 现在更多关注奢侈品消费,发展性消费等服务性消费 他还说中国人有六个钱包给孩子花 爷爷奶奶老爷老了,大家都知道父母的孩子都给孩子花 所以中国的孩子的一切都是最贵的 最后他说可能大家太忙了,没时间消费,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供给端产品 所以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这个就被我的朋友五月散人批评了一番 特别是最后大家太忙了,没时间消费 但是实话是说 虽然我觉得朱明的论调有一些不那么靠谱 但是他讲的几个事实其实是真的 首先第一个呢,中国现在是全球的第一,也不应叫第一大吧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奢侈品市场 而且非常大的一个奢侈品市场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知道的很多全球性的奢侈品 它的很多的利润或者是发展空间都在中国 即使是在我们觉得这两年中国经济有问题的时候 你也没有觉得某些,就是你一定会看到某些奢侈品公司 它的利润下滑或者甚至它离开中国 但是总的来说,整个奢侈品消费其实并没有下去 比方,中国人现在真的很有钱 然后六个钱包给孩子花这个事 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的疑问 最后一个确实,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第一,太忙了没有时间消费 这是扯淡,对吧 真正有钱的人并不忙 或者说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并不忙 真正忙得要死的 每天打工,然后无休无止的人 他其实是不可能有很强的消费力的 但是他说的有一端我认为是对的 就是没有好的供给侧产品 所以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 其实我一直在认为中国本来随着中国的收入提升 我们的消费升级是应该往前走的 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消费降级 消费降级,而且可能很多人说 你看那有钱人花钱还是很猛 怎么叫消费降级呢 其实我想说的消费降级包括两种 一种是比方说大家,比方说我以前吧 我出门住酒店,我可能会住一个一千五两千的酒店 但是我现在住的是橘子水晶也就是苏五百 当然我其实以前也没怎么来成都昆明这地儿 我也不知道以前昆明成都的橘子水晶是什么价格 但是反正我一看苏五百还挺便宜的 虽然我觉得我最近有点穷 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出来玩一圈还挺便宜的 这是一个层面 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 在中国其实我一直认为说为什么那些海外的奢侈品 就是外国品牌奢侈品 它外来这么好 就是实际上中国这个市场还没有成熟到 给那些肯花钱能花钱的有钱人 真正有机会去花钱的这么一个东西 比方说举个最简单例子 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些什么九五至尊的烟就很贵对吧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高档的餐饮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这种高档餐饮或者是这些高档的消费品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腐败性产品 就是真正是用于个人需求 就是我有钱 我想抽好烟或者我想吃好的 这些人也能吃 但是真正最贵的就是 因为你很简单就能理解这事 因为我们一反腐这些高档消费的水平就下来了 他们的收入就下来了 所以你就很清楚就知道 说这些人很多不是自用 就比方不是因为我有钱 我在吃这个或者是我在买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以前的高消费的这个市场 或者叫国产的奢侈品或者奢侈服务的市场 它其实是跟贪腐在一起的 并不是那些实际上有钱的私营企业老板 他们为主的 就他们还其实还没有那么爱花钱 或者没有那么爱把钱花在中国的这个消费上 那贪腐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就是你比方说我自己吃吧 我自己要吃一个 要吃一个甲鱼 这个甲鱼如果卖一万块钱 那我就得非常care 它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功效 对吧 那我是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甲鱼的 但是如果请客的话呢 如果有人请我吃甲鱼 如果我是个领导的话呢 那这甲鱼一万块钱 它到底有没有功效 无所谓 它的这个心意 我看到了 就是你知道在这个贪腐里头 就是我用很高额的钱去请你吃饭 我当然还要直接给你钱 对吧 但是我给你请了一个很贵的饭馆 那个饭馆到底好不好吃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它是个姿态 你知道吗 所以个人消费和这种腐败 它其实是有差异的 就是在腐败的过程中 其实产品质量没有那么重要 很多时候就是 你在一个多贵的地儿 当然产品质量也很重要 但是大家喝得昏天黑地了 其实已经不知道好不好吃了 就经常是这种感觉 但你个人去享受 那是另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可能这会儿可能就已经有很多人要喷我了 或者骂我了 对吧 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把中国当作一个统一的经济体 统一的国家去理解中国 你就很难理解中国 因为中国它不是一个 像比方说日本叫做一亿总中产 就日本总共就一亿多人 然后还有一亿的中产 也就是说日本虽然也有有钱人 但有钱人的比例非常低 所以日本它的这个 我们认为它是个云制的社会 那美国我们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平均的社会 但是我以今天的中国来看 我认为中国比美国的不平均还要更严重 就是美国的这种极端穷和极端富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还是有相对稳定的一个中产 但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三级社会 可能比方说特别有钱的人是一级社会 中间有钱的人或者叫中产阶级 或者说叫城镇居民吧 它是一帮人 还有一帮人是农民农村的 特别是贫困农村的 或者说更大广大的这种农村的人 就是中国它是一个平均性很差的地方 所以你一旦以中国整个的平均收入水平 或者是平均什么什么 任何一种平均的指数 去理解中国的经济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就比方说你要按中国的平均收入 国民全部的平均收入 按理说高收入国家是这么算的 就是国民的全民的平均收入达到一万多美金一年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 那这个中国肯定是达不到的 对吧 肯定是达不到的 但是在中国可以达到这个水平的家庭 它的尺寸可能比方说有几千万上亿 它可能比某些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了 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本来比方说一个 当然就是真正 就是可能我们对全世界人口去理解 真正过亿人口的国家 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美国三亿 加拿大可能是一亿还是两亿 然后印度像我们一样就是十几亿 然后日本就一亿 很多国家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口 所以它虽然是高收入国家 但是它真正的能做高收入 高消费的群体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就是一方面 你觉得中国的平均收入并不是很高 但是中国的高端奢侈品消费能力是很强的 只不过我们本土的高端奢侈品消费 就是本土化的 国产的其实并不行 我们国产最著名的还是便宜 就是所谓的性价比 其实你看我去日本玩的时候 我就有特别的有感受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其实不知道西方国家或者日本 他们的收入水平是什么样子 可是我到了 包括我从小就玩游戏机 但是我也知道的一些游戏机 就是什么FC PS 这些大陆货的东西 其实你真正到了日本的救货市场 你就发现有很多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 从来没见过的游戏机 或者比方举个例子 你今天去谈奢侈品 你什么绿水鬼 牢 或者是什么百搭斐绿 你中国人开始关心这个问题 是什么时候 大概也就这十年二十年 对吧 可是日本人在九十年代 八年代人就开始带劳力士 或者干什么的 就是所以就是说 你去跟那种西方资本主国家 你去看底蕴 就是你毕竟是有钱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你在奢侈品消费上面 就是有钱的这帮人怎么花钱 上面其实是没有经验的 所以你本土的奢侈品行业 其实还没有起来 当然有一些它卖的很贵 但是它能不能一直卖的很贵 就是它就能让大家觉得 你是一个应当的奢侈品 就比方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说的雪糕刺客 中雪糕 那其实你说中雪糕很贵 对真的很贵 一个正常的人 就是我可能是吃梦龙的 十块钱的 可能已经很多人就觉得 你就已经算是雪糕刺客了 还有更便宜的 一块钱两块钱的 现在可能没有这么便宜的 至少五块钱 或者是三块钱五块钱的 对吧 那可能还有人就吃更便宜的 我不知道最便宜的是多少钱 因为我爱吃梦龙 所以我一直吃梦龙 所以更便宜的我不知道 其实 但是跟中雪糕一比 梦龙又算便宜的了 对吧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但是中雪糕的这个价格 其实对真正的有钱人来说算高吗 不算高 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 就是像哈根达 哈根达斯其实在国外也不算奢侈 但是在中国算 但是反正无所谓 就是说你撑不起这样的消费 可实际上你不是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但是你的有钱人 他也不相信在中国买的一个中雪糕 值这个钱 所以中雪糕他最后还是垮掉了 对吧 就是你今天比方说你知道LV Cucci什么Prada 这乱七八八 我也不太懂的 因为我是不会买这些东西的 对吧 但是这些东西 中国的有钱人 他是相信他的 他是知道他有他的价值的 但中国现在做了哪些东西 当然这两年 很多人在说 你看中国不是没有奢侈品 中国的奢侈品奢侈起来 你们用不起 一方面是这样的 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一些专攻宫廷的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以前他就是确实是你买不起 但今天由于工艺各方面的原因 如果你不是古物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文物 你可能今天的工艺来做 它就不会那么贵 另外呢 就是说你还没有一个 就是偿富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呢 还没有形成说你喜欢的东西 甚至中国现在有钱人 可能都不知道 中国人以前玩的这些东西 当然可能有一些已经很贵了 比方是像红木家具之类的 那个到底靠不靠谱 我不懂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实际上 不是没有消费能力 但是你的国产的奢侈品 没有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你付的时间还不够长 但是翻过来 确实中国有一大批人很富 非常富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我活得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唐姑那边一个月 就是普通的工人 一个月挣三千四千 五千六千 对吧 北上广你大学刚毕业 就挣个几千块钱 可是有很多人就觉得 你算什么 我一个同事 对吧 或者我一个老领导 在腾讯干了多少年 现在身家十个亿 就中国真的有有钱人 当然所谓的腾讯的 十个亿这种有钱人 当然是非常靠谱的 因为股票什么的 但中国各种原因有钱的人 也许是也跟腐败有关系 比方说包括工程的人 或者等等 其实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有钱人 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这就说到我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各种经济指标的意义 之前有个推特网友 闹了个笑话 他拿这个80年代的购买率评价 他算出来就是一人民币 就是当时是一人民币 一美金换八块钱人民币的时候 但是他按购买率评价算出来 可能一人民币 可能能换八块钱美金 这个购买率评价 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组织 联合国 他们经常用来在不同国家 用来去比较消费水平的 特别是通胀指数 CPI的这些东西的一个指标 那么 然后他这个网友 根据了这个比值就算出来说 中国人当时哪怕一个月只挣几百块钱 但是因为一人民币能值八美金或者是几美金 所以中国人买房子要比美国人容易得多 这为什么是个笑话呢 因为第一 82年代中国的房子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易的 就是你根本没有能力去买房 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大多数人是不可能买房的 而且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就是购买率评价 确实可以算出来 人民币可能比美金值钱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甚至我们还有一位有名的这个傻逼 就是那个叫什么陈平教授 他说过什么在中国挣两千人民币 比美国在挣三千美金还要 还要还要金花之类的东西 现在已经被打脸了 但是你要理解购买率评价是怎么设计的 或者它的目标是什么 你可能就能理解为什么购买率评价 算出来中国的人民币那么值钱 因为购买率评价 它是用来 比方说我现在联合国或者世界经济组织 我要给非洲一个地儿资助一笔钱 对吧 那我的目标是让这帮人吃饱饭 不饿死 对吧 那美国这帮人 比方说我天天吃的最便宜的是个汉堡 一美金 对吧 可是非洲那边吃不起汉堡 它也没有汉堡店 所以呢 其实所谓的购买率评价的意思就是 你在非洲也能吃饱 也饿不死 我在美国也饿不死 但是美国饿不死就不可能便宜了 对吧 我的意思就不可能像非洲那么便宜 所以它是这么算的 其实很多时候购买率评价 是以最低级的吃饱饭 或者是饿不死的这个标准 去算食品的价格 但实际上你知道82年代中国人吃的营养水平是有多差 美国人当时的营养水平有多好 所以两边都饿不死的话 那你当然一块钱人民币你听起来好像很有购买力 但实际上一块钱人民币并没有那么高的购买力 这个购买力评价是用来干这个的 就是你一定要理解经济指标的意义 所以翻过来我想去替朱明这个经学家去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在达沃斯论坛 特别是谈奢侈品市场的这个地儿 你说中国是个高收入国家 一点错都没有 因为中国是高收入国家 是奢侈品行业 希望要的这种高收入国家 就是不管我们在推特上 不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 多少人失业 多少人经济水平不行 但是你真的跑到大商场 最好的商场里头 它是并不会萧条的 比方说我去昆明 我看到一些商场很萧条 我在天津有一些商场也很萧条 我在重庆我倒没怎么逛 但是你在昆明看到最好的商场 它还是很热闹的 比方说我在外向床看的还是比较热闹的 而且它的奢侈品庄柜那地方 并不会觉得好像没有人买东西 那么在天津也是这样 就是你真正的最高档的地儿 它其实消费能力并没有差 但是普通人的消费能力确实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在达沃斯论坛 你又在奢侈品论坛 你专门聊奢侈品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中国是个高收国家 其实没有错 当然朱铭的话里头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最终平均下来 中国的整个的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 那么你就不能说中国整体是个高收国家 但是你在谈奢侈品的时候 中国是不是奢侈品的一个目标市场 当然是 甚至中国最有钱的那一部分人 对吧 虽然占中国人口的比例 就是比方说举个例子 我们说能消费得起奢侈品的 假设是一千万人 那他可能已经比一个五千万的 不是美国 就是五千万的一个国外的一个西方国家 他平均收费水平很高 但他也可能也只有个一两千万人去消费奢侈品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从十三亿人里头拔个将军出来 总是很容易的 他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 就是说首先我觉得 我一直在理解这件事 就是说你没法拿整体的东西去理解中国 比方说我最近一直在听那个剑条中国史 他就说到一个地儿 他说你看很多中国古书记载的 比方说江浙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苏州的一些情况 杭州的一些情况 和云南的一些情况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各地的差异非常大 你如果拿江浙一带的经济情况 电户情况 或者是租众情况 你想推广到全国 那你一定会出大的问题 中国今天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拿北上广深 拿一线城市的现实去理解中国的农村 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 也是肯定会错的 所以我的一个本家叫好什么来着 好警方他写了一本书 叫一个小说叫北京折叠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北京最有钱的那拨人 和最穷的那拨人 他们不生活在一个维度上 其实他们是互相见面的 比方说你今天去一个餐厅 哪怕是高档的或者低档的餐厅 你去吃饭 那么你的服务员其实收入不会特别高 他可能也就挣个几千块钱 一两千或者是三四千 我不知道特别高档的餐厅 会不会高到什么程度 但是反正总之 服务员的收入不会高到哪去 你可能在这个阶段 你觉得好像 我很有钱 但是这个服务员 他跟我也在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头 好像大家也没有什么区别 那不是这样的 你等到吃完饭了以后 你回到你们家的别墅区 或者是一个公寓 或者是一个什么小区 那北京的房价很高 对吧 如果你是自住的 如果你自己买的 那就是 比方说十万一平米的话 那你比方说有个一百平米的房子 就得一千万了 对吧 那你虽然吃饭的时候 你可能吃个一百两百一顿的 但是你住了个一千万的房子 北京这种人很多了 那么反过来说 那些很多做服务员的人 他可能都是外地人 他在北京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子 甚至租不起房子 你知道很多很多的 这种工作 服务业的工作 它根本就是所谓的提供吃住的 提供吃住 就是他们的收入并不高 他们如果出去再去别的饭馆去吃饭 他们的收入就不够吃喝了 所以大多数的 很多饭馆都会有自己的员工餐 就是这种所有有吃 住是什么呢 住实际上你的好的饭馆 往往要在经济发达的位置 但实际上住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住到郊区 甚至就是所谓的群租 你知道群租很大一块就是这个 当然你个体 比方说你个人觉得好像 单独租个房子很贵 我去群租一下 这是很常见的 但是这种所谓的包吃住 大多数都是群租 都是说一个饭馆 或者是一个什么小公司 他们去直接租了一个大房子 再去隔出来 但是都是很偏很远的 所以其实这是在白天 在一个餐馆 比方一个高档餐馆 或者一个不错的餐馆 你在吃饭 他在服务 好像你们都生活在北京 但其实一旦到了晚上 你们就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回到家 吃完饭了回到家 我出来遛会儿狗 然后我就会遇到我刚才给我服务的服务员 他也在这个小区里生活 这是几乎没有可能的 这就是折叠 这就是你好像是在一个国家 其实不在一个国家 即使北京都是这样 何况是整个中国呢 对吧 比方说我今天在重庆 我看到重庆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我感慨重庆这么复杂的这种社会环境下 还可以修出这么多的地铁 修出这么多的公路等等 但是重庆现在不觉得自己是四川 但是从地理上 它还是四川的一部分 但是我也去过四川的山区 山区的人过的生活 和重庆是什么样子的 你重庆 重庆的一个人 从地理上 他跟四川省 比方说 现在叫重庆和四川的交界 比方说某个地儿 的一个山区 他可能直线距离 可能也就 就比方说30公里 或者是20公里 他们在location上 好像是一种人 对吧 一个重庆的市民 好像和一个四川山区 某个山区的人 是一种人 但是 一个重庆市民 他的生活 可能跟北京上海 跟天津的生活更像 但实际上 这距离就是1000公里了 所以整个的国家 它其实你要想理解 这个国家的 很多细节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不能去看这些数据 当然中国的数据有造假 然后美国的数据 虽然我不认为美国数据在造假 但是它也不可能 百分之百准确 所有的统计方法 都是不会百分之百准确的 但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理解 这些统计方法 它为什么要去统计 它的统计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你当理解了 它的统计目标的时候 你就知道 OK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统计方法 能够把这个国家的全貌 弄给你 但是你知道 如果我们想知道 中国是不是一个 高收入国家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谈的是 中国的高收入阶层 因为 因为我们 邓大爷说了一个笑话 就是先富带动后富 因为你没看到中国的基尼指数 正往下走 虽然我们现在不公布了 但是你知道 所以就是说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这帮有钱的和没钱的 这个 而且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 这种隔阂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就是这些年 为什么大家会有怨言的原因 我认为是 这个贫富差距没有变小 反而是会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会越来越难以理解 这个怎么去 穿越这个贫富差距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 所以就是说 当中国说自己是个发展中国家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世界银行也好 世界经济组织也好 这个联合国也好 如果 还包括WTO也好 如果你是个发展中国家 他们就有很多优惠 比方说一些低息贷款 比方说一些 一些 关税待遇 就是你可以享受到很多好处 那么 美国说 你不是发展国家 你是 你不是发展国家 你是发展国家 的原因就是 美国觉得说 你都已经 在海外 这个 这个 这个投资 或者在海外这种援助 很多地儿都已经 比美国还要花钱的猛 比方说我们 有时候去夸中国 就说 你看我们在非洲 援建了这么多项目 或者我们还搞一带一路 等等等等 那美国就会说 那你都已经这么有钱了 那你还要跟我玩 你是发展中国家 我是发展国家 这一套 那么你在 关税上占我的便宜 对吧 所以他说你是发展国家 但反过来 我们虽然不想承认 我们是发展国家 就是我们想说 我们是发展国家 可是我们一天到晚 又在说 中国已经 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中国已经 东升西降了 那你 你这个词 不就是发展国家的意思吗 你说美国都不行了 你 你比美国更好 然后你遥遥领先了 对吧 那你 那你不就是发展国家吗 不行 因为我一旦承认 我是发展国家了 我就会失去 在世界银行 在WTO 都在联合国的 很多优惠待遇 包括跟美国的一些 这个 这个以前 签的一些 这个 Tradio里头 就包括了 如果你是发展中国家 你怎么办 你发展国家怎么办 就等等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 其实没有一个 放之四海 而接准的经济学指标 就看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在 你就想 你要一个指标 你要想衡量什么 就 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大多数的国家 就是除了中国和 朝鲜 还有一些少数的国家以外 我们都还在实行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编户齐民的东西 就是你实际上是出生就有所谓的身份政治 我们说黑人身份政治 其实中国的农村户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身份政治 当然印度也有 印度的种姓是四种 印度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些别的 但是中国的农村户口 它本身就是身份政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去谈失业率的时候 我们是不把农村户口算作失业率的 我们就会认为 你不是农村人吗 你们家不是有田吗 那么你今天出来打工 你在东莞的一个地儿打工 或者是你在广东的一个什么地儿打工 或者你在佛山 或者你在昆山打工 你今天干了一年 比方挣了十万块钱 对吧 然后你们家的农田 有你爸妈在种 或者是退休的老太太在种 他一年才挣了 比方说不到一万块钱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说你的身份变成工人了 我们也不认为你就完成就业了 但这时候呢 如果昆山的这个厂子电子厂倒闭了 你没有工作了 你们家整个最大的收入来源 比方这一年十万的收入来源 没有了 对吧 十万可能一般工人做不到 但是也有 有些稍微好点的工种是有的 或者包括有些来 反正就是 对很多农村人来说 其实出来打工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 我以前回到四川老家 我们老家确实是农村的 也有镇上的 也有完全村里的 但是所有人都是这个逻辑 就是你如果一个成年人 你又没有上大学 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头 当官或者是从政 或者是做公务员 或者是没有去大公司里上班这种 那么你一直在家里种地 你还不出去打工 你就是个二溜子 在农村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为什么要在家里种地呢 因为种地才挣几个钱 对吧 大多数情况下 种地才挣几个钱 你出去打工 都可以挣更多的钱 但是不管这个人他能出去打工 挣了比方说比他种地 五倍十倍的收入 还是说他一直在土地上刨石 他都不影响中国 全国的这个失业率统计 因为我们说的所谓的失业率 往往指的是所谓的常住人口 甚至是指着常住人口里头有户口的人 而且我们这个常住 往往就是你在那住十年 我也不把你叫常住人口 因为你没有身份 并不是你真正在那住着 就叫常住人口 很多时候这样的 就是一个经济学指标 在中国 你拿中国的失业率和日本的失业率 和美国的失业率去比 它没有任何意义可以去相比 美国不能说一个人 对吧 你只要想上班没上成 就叫失业 但在中国 如果你有城镇的户口 或者是你是某个大城市的 所谓的常住居民 那么你找到工作就叫失业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花头 来去修改失业率 但是这是真正最核心的 就是你完全不把中国最大部分的 占农村 就是中国农村户口的人是最多的 但是你不把这最大部分的人 算作失业率里头去 那么你的这个失业率数据 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对不对 很多时候就是不是 就是说比方说从中国当时 当然中国现在也比较严重 就是中国的出口是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 特别是改开的前20年 对吧 那么在那个时间点 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大的危机 或者是某次经济危机 中国的出口突然被腰斩 或者是降了30% 那么很多工厂就会倒闭 就会辞退员工 但是呢 这个事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失业率的统计里头 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工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问题 所以最后我就说这个还是回答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觉得我不是说我我要去去支持谁挺谁 而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更好地去理解中国的国情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矛盾的现象 就比方说很多人在抱怨说找不到工作了 或者是很多行业现在觉得很萎靡 但是同时你会发现某些高端消费 或者某些区域或者某些城市 它又显得升级勃勃 又显得好像怎么样 我觉得我不能解释每一个现象 但是我会认为说 你在中国这么一个不平均不稳定的 或者说正在剧烈颠簸的这么一个经济体里头 你会看到两种人群 他们的收入水平 或者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不一样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中国可能至少应该可以被划成三层 你划层次的目的是这帮人有相似性 你不能把一个北京的 对吧 一个北京土著 比方说他家里头有好多房子拆迁了 或者是咱们以前看过一个视频 有一叔叔在那做烧鹅 然后人家问他为什么卖这么便宜 他说我们家有十栋楼 你不能把这个人和一个河北农村 或者是河南农村的一个一年种了几亩地 然后种不到一两千块钱的农民 你把他们平均一下 那平均出来的结果有毛意义呢 没有任何意义 他就是两种人 他就是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状态里头的两种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不是分裂中国 而是说当你去分析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要把中国看成不同的几个国家去理解 而且即使是不同的 中国占少数的最有钱的这拨人 他的总数已经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的总数了 人口的总数了 所以他们是值得被单独去理解的 去理解中国的高端消费市场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他们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 但不会表现成中国的国产汽车 卖的比德国汽车还要贵 而是表现成中国的很多东西 它的特点叫做性价比 就是便宜 就是便宜 质量可以不行 但是一定要便宜 就是这种东西 好了 这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